经过多年协调 历经十年整合 原为海沙屋的延寿国宅J区 终于举办的开工动土典礼 未来将成为地上21层 地下4层的森林花园社区 也将带给民生社区 不一样的新风貌 中华工程董事长周志明 率领台北市招展万安 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希青 明代贵宾们一同上乡驻岛 即将位于民生社区内的 中公民森院能够开工顺利 让我们中公有机会 为台北市建造一个 安全舒适的一个好宅 中公民森院原来是延寿J区 民国84年被鉴定为 海沙屋的建筑物 更新重建前为七层建物 总户数为336户 是延寿国宅中最大的都庚案 更经过建商市政府多次的公办协调会 终于打掉重建 预计116年完工 未来将新建地上21层SRC结构 以及地下4层建筑两体 创造2000平方公尺的舒适人形空间 未来将会强化绿化以及美化居住环境 成为不一样的森林花园社区 九条话长报道 为了因应极端气候所引发的土石流灾害 台北市北投区公所呢 特别举办了老旧聚落疏散避难演练 模拟灾害来临时候的各种剧本 希望能够强化社区灾害防救的力量 提高人民自主疏散的避难观念 社区防灾志工挨家挨户引导居民疏散 行动不变的老人家 还会安排富康巴士协助运送 万一有民众坚持不走 则有警力介入强制撤离 刚刚以宜兰县东南方44.1公里外海 发生瑞士规模5.8 深入15公里之潜沉地震 台北市正路为市级 各位里面拥有相关灾情 可向离办公室通报 因应全球气候异常及台风 所引发的土石流灾害 北投区公所特别举办老旧聚落 疏散避难演习 模拟灾害来临时的各种剧本 秉持防灾重于救灾 离灾优于防灾的原则 希望提高民众自主疏散避难观念 同时提升里林防灾编组应变能力 目前的灾害其实 尤其是强降雨的部分 它其实来得又快又急 往往我们的这个消防单位 或是区公所的这个救灾单位 往往必须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到达现场 那我们希望就是 透过演练的方式 来让社区能够自己先行自救 这次演练除了动员北投区消防 警察 学校 医护等单位 还结合任性社区中的 里林防灾志工 总动员人力达100人以上 希望能在公司部门协力合作下 训练出具备最佳救灾能力的 里林自卫队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报道 一名多次贩卖毒品遭到通气的张性毒贩 被内湖分局远景而循现追气 在过程当中发现它钥匙串内 有手铐钥匙 还起货了海洛因 安非他命 以及K他命等等的赃物 全案一通气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案 移送地检署真办 内湖分局远景 日前到新生北路某饭店上埋伏 终于逮到因为多次贩卖毒品 而遭到通气的张性毒贩 而搜身过程中 发现它随身携带的钥匙内 居然有手铐钥匙 它功称为勤区手铐所付 但警方勿于采纳 远景另外在他居住的旅馆房间内 起货第一级毒品海洛因针筒 第二级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脏物 第三级凯他命五包 全案一涉嫌通气 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分别解送士林台北地方检察署争败 介绍网络报道 内政部警政署即将在5月5号 举办全民防诈一起发生的宣导活动 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 特别邀请的艺人徐乃琳 秦阳 跟顾杰拍摄宣导影片 希望透过影片的传递 让更多民众了解防诈骗的重要性 主持天王徐乃琳受南港分局邀请 录制全民防诈宣导影片 直接乃哥展现敬业精神 清楚表达文案内容 就是希望呼吁社会提高警觉 避免诈骗事件找上门 我们听到很多案例 往往一生的积蓄都被炸光了 到了老年 那真的是苦不堪言 我们希望全民一起来防诈 那最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家所谓的诈骗网 一网打尽 同样受邀的还有艺人秦阳和顾杰 由于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身旁有朋友上周还差点被诈骗八十万元 两人这次来拍宣传影片感触特别多 前天我有一个朋友要汇款八十万 然后呢 我另外一个朋友把他挡住了 他说这是诈骗 他刚开始还骂我这个朋友 他说你干嘛要挡我的财路 你身边的朋友怎么那么有钱啊 我以为你要说你身边的朋友怎么都那么笨 等一下我把我的银行账号给你 叫他们要汇给诈骗集团 先汇过来给我 你其实早就给我了 像最近假如投资诈骗跟一些股票诈骗 一直居高不下 那被害金额也非常高 那我们也希望请这个秦阳跟顾杰两位艺人 来帮我们广为宣传 让大家不要再背这个诈骗筹法给诈骗到 宣导防诈的同时也顺便宣传警政署5月5日 将举办全民防诈一起发生活动 邀请40位艺人齐聚一堂 共同宣导反诈骗 希望提高民众的警觉性 既好冷静 查证 报警三步骤 就能有效远离诈骗 记者刘祥廷 台北采访报道 政府4月开始还税于民 许多人近来也纷纷拿到普发现金6000块钱 人力银行公布超过半数的民众 选择登记入账 有三成五的民众打算全部存起来 也有近36%的受访者表示 要花光这笔钱 统计平均花费大约落在4410块钱 创造商机也高达262亿 从提款机领出政府发给的小确信 普发6000块钱 让人好开心 邱职网调查发现 有51%选择登记入账 29%利用ATM 近20%选择到邮局 另外有六成五人打算花费这笔钱 平均消费大约4410块钱 百分之36甚至是全部就是6000块都把它花光 预估创造的消费商机高达262亿元 我整体来看的话 在这个普发6000元现金之后 其实大概也只有2成8左右 至于普发现金能否带动经济成长率 统计也显示 68%的厂商认为普发6000块钱 有助于今年业绩 更有4存7资方 将因此有真财计划 受费的首波 商机在普发现金的部分 会是所谓母亲节消费的一个档期 接下来第二波则是在6月下旬的端午节 4天廉价 那当然对于这个内需市场导向的 这些厂商来讲的话 要祭出更多的这种优惠措施 来吸引消费者来这个消费 即使资方期盼在普发现金后 能引发报复性消费潮 特别是超过6000元的额外金额消费 并且用在非名声必需品 不过专家点出 想要持续刺激内需经济 就要让劳工获得有感的调薪 特别是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才能有效提振内需经济 记者顾参有台北采访莫德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取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机查取缔 之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则与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为百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即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吸手马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证数 感谢您 反毒再进化 毒品新增人口下降 只是第一步 我们更要支持戒毒者 当他们失去接纳支持 毒品可能又趁虚而入 政府提出再犯防止推进计划 减少毒品带来伤害 更需要用友善接纳关怀 支持戒毒者回归正常生活 针对新泰温子郡地区 积淹水的问题 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市员的陪同下 前往视察广亭山 地下制宏池工程 市长则提醒了施工团队 要注意公安问题之外 对于这项工程进度超前 期盼能够如期完工 针对新泰温子郡地区积淹水问题 新北市长侯友宜 亲自前往视察第二区广亭山 地下制宏池和平面停车场 工程师做的情况 侯友宜除了感谢蔡建棠议员 陪同关切工程师做的进度之外 同时也不忘提醒施工团队 会要注意公安问题 我谢谢蔡建棠议员 感谢大家每次到内访 把我们的时光滑溜水 每天早上一天安息 当然要指明大家 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的经过 我以应你们为骄傲 你们很辛苦 所以新庄要改变 新北市要改变 就从温宅去做起 新北市议员蔡建棠表示 在听取地震局的简报说明之后 目前制宏池的工程进度超前 他也期盼工程能够入期顺利完工 才可以改善治水防洪及民众停车的需求 我们跟市长来看我们的虚宏池 希望未来的温子军在防水 在所有的交通 在所有的建设能顺利 那我们所有里面也期待 把工程顺利完成 在刚才的简报 都有超越我们的施工的趟数 希望我们未来 我们有关单位 我们的施工单位 都能加如意 不需要服务的地方 请大家尽量来讲 我们以为全力支持 市政府推动新泰温子军 市地重化案 其中第二区广廷山 用力直红池工程 造成临近停车位不足问题 市长要求施工团队 就交通道路要尽速完成 让紧急救护不会受到影响 这整个工程是说 在上面 不管是绿色的土壁以外 还要设停车位置 不管是机车跟汽车 所以我们叫做坊山停车的工程 所以今天我特别来看这个工程 最重要的 我们要趕快把道路 如果能够铺设过程当中 以古道为中心的30米道路 能够先行实行 因为地建税的一个紧急就医的路线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要转开来做 广廷山至红池工程进度超前 预计今年底将可以完成 未来有助于解决长年积淹水的问题 同时也让周遭居民享有充足的停车空间 带动地方的整体发展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新北市首开先例 建制全球跨界学校国际交流单一媒合大平台 藉由公司协力结合产官学界 整合资源跟策略联盟 提供新北师生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 并培养卓越的国际人才 新北市交易局日前举办 全球跨界学校国际交流单一媒合大平台记者会 邀请多所学校师生分享国际交流成果 新店高中国际交换生麦拉 更在活动的现场献唱了一首茉莉花 来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 她表示这八个月的时间上了许多课程 还了解了中国传统节庆故事相当有收获 听众求解创了分月的故事 在文山学学院 我们还体验创作不同国家的服事 用中文描述自己创作服装的颜色和样式 现在我的中文进步很多 这些都是我可以带回美国 与同学跟家人分享 而曾经参与国际短期教育训练的 三家国小主任谢坤达则说 在学校推动的一般一国课程中 除了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也将新北行销在国际 新北市教育局指出这是一个首创的全球跨界学校国际交流单一美和平台 透过资源整合和策略联盟方式提供新北市生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 在台湾有没有一个平台可以介绍国外的学校跟台湾的学校交流的 我说以前没有 但从今天开始有了 这是个创举 澳洲的公立的高中的课程就在新北市可以上 所以有一个就是在图成的玉德双鱼中学 他们有上澳洲的课程 所以那般如果你毕业了的话 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大学 记者会上教育局局长张明文为道场的师生们挂上了国际外交业大使彩带 他表示为了培养具备国际事业格局和全球沟通能力的国际人才 新北市订定新北市国际教育白皮书 持续朝向2030年校校有国际及双语教育课程等目标迈进 2030我们最期待的是 我们希望校校有课程 校校有师资 校校有国际交换生 校校有姐妹校 当然 最后我们想 就是校校也有双联学资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借由这个交流平台 未来将结合近100个公司协力产官学民合作 建立四大航站 十条航线同步起航 共同打造前瞻卓越的国际人才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教育局日前在淡水国小 进行国语及数学等四堂专业的公开课 邀请到日本课程专家 秋田喜代美教授指导 进行国际研讨会专题演讲 并于教育局的YouTube频道直播 教育局局长张明文出席感谢 这位教授的指导 同时进行专题讲座 交流亲师生共学及学教翻转的创新教学经验 新北市教育局日前在淡水国小 进行国语及数学的四堂专业公开课 邀请到了日本课程专家 秋田喜代美教授指导 进行国际研讨会专题讲座 并且在教育局的网路频道公开直播 教育局长表示 感谢秋田喜代美教授亲自指导 两场市集的公开课 同时进行专题讲座 交流亲师生共学及教学翻转的创新教学经验 我们每一年的学习共同体 都能够集合我们新北市最热心 然后对课程教学最用心的校长跟老师们 我们过去推动了十年的学习共同体 那每一年我们也都特别的 能够跟日本的教授合作 那今年我们特别找到了秋田喜代美教授 学习院大学日本特别来到台湾 共同的跟我们分享备课官课跟议课 教育局表示 今年新北市学习共同体的推动主题 为理解力策略 从领导人培训 原点读书会 各区阅历会到试级公开课 提高学生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力出发 在淡水国小及三多国中进行九堂试级的公开课 敲响今年新北课程教学成果展现的序曲 创造教学共赢的美好风景 那我们希望说在未来的时代 AI会影响我们非常的大 那将来的课程教学的风景 还有学生的学习动机 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上面 我们必须及早的做一些研究跟发展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教育伙伴们 大家一起来针对我们的课程教学 我们大家的互相的经验分享 还有做一些研讨 了解整个未来的发展趋势 能够找出最适合 或是适合我们孩子的教学方法 教育局表示新北市非常重视课程与教学 每年都办理多项的教学课程成果展现 今年以理解力为推动主轴 从4月份的学共试级公开课 敲响序曲 再来6月办理的未来教育国际论坛 创新人才大未来 以多元共备成就孩子 期待新北市每个学校 持续建立被关益课的教师共学文化 落实到课堂 让学生能够学习重要的科学概念 打造师生共同学习的幸福课堂 记者是端一淡水采访报道 三支去公所在防汛期之前 举办了一场复合式防灾演练 主要模拟地震及台风来临时 发生的各项灾情 并进行应变工作 更在演练过后 开设灾民避难收容处所 特别是可能到家中养毛小孩的民众越来越多 还增设了宠物收容区 让灾民收容好安心 时序即将进入访讯期 为了针对各项灾害提前做应变 三支去公所在八仙工前的广场 进行复合式防灾演练 模拟台风侵袭及北部三角断层 发生强烈地震后的因应对策 及避难收容处所演练 透过公所灾害应变中心 及恒山里自主防灾编组 与防灾企业的通力合作 与短时间内克服艰难 完成各项应变及救援任务 我们一年一度来进行 我们的复合型防灾演练 包括了台风以及地震 灾害发生时候的一个 整备能量的一个练习 那一年一度的练习呢 是希望达到所有参与防灾单位 能够做一个横向的联系 以及沟通 以及人力物力机具的整备的一个检视 希望在灾害发生来临之前 我们就可以做好整备的能量 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于最短的时间内 来做第一时间的一个救灾工作 真实避震的演练 由台风带来豪雨引发 激烟水与土石崩塌 以及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倾倒毁损 民众受伤受困的应变工作 并且也在模拟灾害后 于三只国中进行避难收容处所的开设作业 也因应养毛孩的家户越来越多 收容演练中还特别增设宠物收容区 让宠物也有个安全的安置处所 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在灾民的安置 也有关怀到这个所谓的宠物的部分 因为现在可能受灾户会有养宠物的情况 让我们做到人本的关怀 希望说在这个救灾现场 或者是灾民的收容的现场 我们对于宠物受灾的情况 也能够做到一些来做一些照护 希望能够做到非常的完善 让我们整个的救灾防护工作 都能够达到尽善尽美 让灾民的伤害来减到最轻 这次的复合式士兵演练模拟地震及台风 来临时发生的各项灾情 考验各个单位间的动员 及横向联系协调效率 达到强化人力机具的防灾能量 精进各编组人员的应变能力 以落实防灾重于救灾 离灾优于防灾的目标 记照片和三支采访报导 为提升服务层面跟品质 施议员宋明宗跟立委洪孟凯 在泰山明志路文城广场旁边 增设了一处联合办公室 方便服务顶泰山岩一带的乡亲 同时更好地为地方民众处理各项问题 为提升服务层面与品质 施议员宋明宗与立委洪孟凯 在泰山明志路文城广场旁 增设一处联合办公室 方便服务顶泰山岩一带的乡亲 同时更好地为地方民众处理各项问题 泰山服务处增加一个明志路的服务处 就是我跟洪孟凯立委联合服务办公室 扩大服务为了让我们顶泰山岩地区的民众 能够方便来洽工或有一些事务的等等 为民服务的案件 对于地方公共事务及选民服务工作 相当认真的市议员宋明宗 他指出泰山温载村的开发 不论是交通或公园规划等公共建设问题 及各项选民服务工作 都欢迎乡亲立临指导 也希望我们泰山的乡亲 能够有空来这边泡茶喝咖啡 欢迎大家立临我们明志路 二段185号的洪孟凯 跟宋明宗的联合服务处 宋明宗表示 泰山温载村的开发 许多乡亲会面临到土地相关问题 新设的服务处 将在5月份开始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民众若有需要服务的地方欢迎前来 所有同仁将会为乡亲做最真诚的服务 当然也欢迎没事的乡亲 可以前来泡茶闲聊 记者回宣泰山采访报道 假消息已经全面滲透并操控社会 你要想想看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不要再前来 我们现在加入我们这一连某的阵影吗 没有人会知道是你外流的 放心 我们算是同乡 这是我给你的 优惠 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这回应都 我还是有点jsk� 我把它认为 我认为 我们在首美主 是 我认为 是 我认为 我认为 你 你 这是 你 能dale 我认为 我认为 号蔭 号蔭 汐止福德一路 车子很多 但在靠近中心市场这一代 因为很多人横跃马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危险 另外在一旁的圆芯广场周边也是类似的状况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就邀请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要求增设斑马线保障安全 这一带居住人口多人多车子也多 再加上公车班次也不少要过马路真的不容易也危险 在细指幅的一路靠近中心市场 这一带许多人会从这里穿越马路经常显向还生 所以一直以来里长都希望在这里能够增设斑马线 应该是我们这边广产这边 这样是走到暗门去 人很多 因为狐独路和狐独里 早上里他要买菜 那如果小孩买上午了 叫狐独路而已 但是这里没有斑马线对我们的学生很不安全 我長折 跟我們長折的人士都還要 希望我幫你們畫好 我們這個阿姨 這個小孩還要比較安全 我們在汐止的社會地區因為地下人籌 那在福德一路二路這裡 因為有包括晚上的一些像市集 或是像黃工市場等等 那這邊也有很多像學校 還有安心班 補習班等等 那因為這個行人的穿越 還有小朋友穿越 都必須要讓它有一個比較安全的通道 在結果陳情後 新北市議員張錦豪就邀請了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討論增設斑馬線的可行性 包括整個圓芯廣場的周邊 前後的福德一二路路口以及中間的部分 可以看到不少小朋友會到廣場玩遊樂設施 只是走在廣場上會經過巷口 與汽機車爭道真的危險 在里長的建議下 我們在福德一路跟二路 還有中間向中心路150向這裡 我們都來設置行人的穿越道 保障我們先 我們就是不管是行人 或是那種汽機車來到這裡的時候 必須要加強離浪 那我們希望在一個地下人醜的地區 社後地區 我們不僅要讓移居的社會 移居的城市以外 我們更加要提倡一個離浪行人的觀念 圓芯廣場這一帶很多老人小孩過馬路 當天會刊討論之後 也將在周邊有路口的地方 劃設斑馬線保障行人通行安全 加強慧林 細紙 採訪報導 每年的東北季風 總是為瑞芳的海濱地區帶來許多海洋垃圾 為了響應世界地球日 今天海濱社區動員近百人一起在沿海淨灘 包括鄰近的中油公司也共襄盛取 齊心守護自己家園的環境 每年的東北季風 總是為瑞芳海濱地區帶來許多海洋垃圾 為響應世界地球日 今天海濱社區動員近百人一起在沿海淨灘 包括鄰近的中油公司也共襄盛取 齊心守護自己家園的環境 我們在海濱地外投中心找來這裡 找來這麼多 那邊邊邊邊邊找來這裡 要跟我們做辛苦嗎 不會啦 跟運動一樣 我們利行信義是一年大概有三次左右 是在做清潔的淨灘活動 想應也是帶一些民眾出來 來愛護自己的地球 愛護自己的家園這樣子 也希望大家能夠把我們的一些 該環保的自己要管理好 要不然真的所有漂流物 漂到我們這蝙蝠洞來 真的是也是相當龐大的一些經費這樣子 也希望說有關單位 相關單位也是去重視這一塊 當地里長就說海濱里和社區 每年都會聯合舉行至少三次的淨灘活動 希望民眾走出家門將周遭環境一起整頓 還有檢視海洋垃圾 同時也呼籲遊客發揮功德心 到海邊玩時一定要把垃圾帶走 我們是一年在家的淨灘 一般是一年有在這裡三遍 但是我們這家的淨灘 因為現在年紀大家越來越多 大概大概七八十歲左右 里面七八十歲出來 現在八十幾歲沒辦法行動 感謝大家 夏天一個海域活動的一個熱門的區域 那在這個活動之前 社區這邊跟中油公司一同來辦理淨灘的活動 除了配合我們4月22號的一個世界地球日之外 那也希望在我們這個活動之前 能把我們整個蝙蝠洞這邊海灘能更加的親近 社區理事長則說 社區的志工很多都是上了年紀的長者 雖然活動力大不如前 但是都很熱情參與 將海濱里沿路可以看到的垃圾都減食乾淨 真的很感謝他們的參與 借成為瑞芳採訪報導 新北市瑞芳國小的孝慶路跑活動行之有年 不過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已經停辦了兩年 今年疫情解封 因此配合孝慶活動再度舉辦 今年的報名可以說是非常的踴躍 共有超過200位的師生來共同參加 新北市瑞芳國小孝慶路跑活動行之有年 不過因為疫情關係已經停辦兩年 今年疫情解封 配合孝慶活動再度舉辦 今年報名非常踴躍 共有超過200位的親師生共同參與路跑 今天路跑開跑包括瑞芳區區長楊盛銘 院理&服務處主任也下場和師生一同開跑 也預祝孝慶活動圓滿順利 那最重要其實是因為瑞芳其實是一個好山好水 那我們有很棒的運動的一個自然環境 所以我們就鼓勵孩子其實要走出戶外多多健身 那這幾年辦下來今年人數超過200個老師學生家長都一起參與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活動可以持續下去 那今天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是從棒球場跑到我們活動的遊客中心 那這一個活動其實就小朋友跟著大家一起跑這樣子 那劇展會來參加這個活動 這邊跑到喉東那邊就可以沿路可以去看 比如說有種一些包含我們的那個杜鵑花 還有最重要的喉東那邊也有一些中二牧樹 說不定都可以欣賞 那現在剛好又是花季 今年路跑規劃路線為瑞芳棒球場至喉童遊客中心 沿著瑞喉自行車道路跑 經過舊隧道群也可以沿著鐵道跑步 鐵道旁還可以看到火車呼嘯而過 運動之餘還可以欣賞到喉童的山水之美 我第一次跑覺得怎樣 覺得很有趣 有沒有信心跑完全程 有 那你有信心跑完全程嗎 有 那終於在今年我們整個步道都通了 那所以我想藉由這個路跑活動 第一個讓小朋友達到運動的效果 那第二個我們能夠沿途欣賞 整個步道上的一個隧道的一個景觀 那跟整個生態 那我想也能夠帶動地方的觀光 下方表示 今年因為疫情解封 報名人數相對踴躍 也感謝家長熱情參與 陪伴孩子一起完成任務 路跑分為樂火組4公里 挑戰組7公里 輕施組7公里 沿途安排學校工作人員 協助維護學生健康與安全 不論跑步或是走路 完成全程的學生 輕師生都可以獲得完賽證明 介乘威 瑞芳採訪報道 新北市新店達官國中小 向來以豐富的生態為特色 最近傳出了令人開心的消息 那就是學校飼養了山羊媽媽小辣椒 成功了產下兩隻可愛的羊寶寶 許多師生都見證了小生命誕生的那一刻 而這也是最難得的生命教育 達官國中小傳來喜訊 學校內飼養著山羊媽媽小辣椒 產下了兩隻可愛小羊寶寶 就在4月18號的中午左右 先發現了羊媽媽產到已經露出了小羊腿 學務主任吳自暉趕緊到現場安撫 可以看到影片中羊爸爸閃電 也焦急地陪伴在旁 吳自暉主任則不斷穩定 羊媽媽小辣椒的情緒 整個生產過程歷經近20分鐘 終於順利產下了第一隻小黑羊寶寶 這次是我們小辣椒第一次的生產 所以過程中會長了一點時間 所以在經過媽媽不斷地努力 也很痛苦地發出了一些吼聲叫聲 讓他的孩子能夠順利出來 所以大概在12點30分的時候 第一隻小三羊順利地從母體脫離開來 原以為只有一胎 但沒想到居然是雙生 而且正好一黑一白 一個像爸爸一個像媽媽 接生的初體驗 也讓吳自暉主任留下了難忘的經驗 第一次碰到這種情形 大家也都會緊張 那還好是媽媽 羊媽媽 叫我們小辣椒也很努力 就讓整個生產順利 所以我們在旁邊只做安撫的動作 讓羊的情緒很穩定地順利生產 那第一次接生動物 非常感動 也非常興奮 兩隻小羊寶寶的出身 讓全校師生都相當開心和興奮 許多老師和同學都親眼見證了 這個生產過程的奇蹟 校長林才一表示 羊媽媽生產經歷的痛 讓孩子有了一個很好的生命教育 同時也了解 校替感恩的重要 這個月呢 剛好也是我們新北市的 品德教育校替月 所以我們也趁這個機會 也讓孩子們去思考一下 父母親照顧他 從小到大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那另外呢 也順便給孩子一些正確的觀念 比如說 如何愛護動物 那之後呢 小三羊的照護 等等的 羊媽媽小辣椒 四年前來到了國中小 羊爸爸閃電 則是兩年多前來到 出生後的小羊和媽媽的 互動非常良好 發揮母性的本能 相當照顧兩隻羊寶寶 據說晚上還會將小羊 趕進木籠子 媽媽則守護在外面 校長林才一說 後續將會舉辦命名活動 讓全校師生 一起來為小羊寶寶取名字 學校正在規劃就是命名活動 因為我們說達官的動物 也是學校的一份子 跟我們的孩子的互動 陪伴都非常的密切 所以孩子們現在已經有 在開始思考他們的名字 我想我們學校這邊 會盡快來規劃這個命名的活動 達官國中小校園內生態豐富 除了山羊也飼養了兔子 烏龜 鳥等動物 為的就是希望能夠讓孩子 親近大自然 學習尊重生命 而現在又多了兩個新成員 也讓校園更加的熱鬧 記者陳曉丹 採訪報導 新美市三重區古堡 加商的時尚造型科 每年舉辦的成果展 都備受各界矚目 今年以樣義時尚鼓動響宴為主題 同學們無不卯足全力 把課堂上所學的專業技能 發揮得淋漓盡致 同學們身裝打扮 各個千交百媚 配合音樂節奏 在舞台上走秀 充滿展現年輕人的自信與創意 古堡加商時尚造型科 2023成果發表 即整體造型競賽 在學校內操場盛大展開 今年以樣義時尚鼓動響宴為主題 學生在專業教師的指導下 從髮裝 服飾配件到鞋子的設計 完成獨特的整體造型 展現學生的創意巧思 今年我們成果展的主題是 樣義時尚鼓動響宴 我們今年也為了讓我們學生 多有上台展現的機會 一年級的部分 就有三個主題的風格 二年級所呈現的是民俗的文化 三年級的造型 更讓人家嘆為觀止 所以這一次 都是他們師生共同的創意的發想 各年級各具風格特色的展現 獲得滿堂采 而為了增加活動的互動性 今年首次推出最佳人氣王票選活動 邀請家長及現場嘉賓 透過手機掃描QR Code的方式 投票給自己喜歡的模特兒 為了能夠跟現場的觀眾有互動 比較熱絡一點 我們今年也舉辦了一個 人氣王的票選活動 只要現場的來賓 利用你的手機掃QR Code 就可以進入Google表單來票選 可以支持你所喜愛的模特兒 古堡家長時尚造型科 秉持在傳統中求創新的教育理念 不斷求新求變 這次的成果發表 是全體施政耗費數月 犧牲假日 挖空心思完成的作品 學生們把課程中 學習到的美容 美髮 和美之美衣等專業 透過多元的方式來呈現 並發揮到淋漓盡致 這場高水準的成果展 不讓讓人心靈悸動 各自視覺和聽覺的絕眠響驗 記者倫宏採訪報導 你以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實這些都是毒品 新興毒品以可愛包裝 混入多重毒品 讓你降低戒心 小心這些 好奇儀式 青春儀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專業盜播電視頻道 是典型網路犯罪 購買盜版盒 等頭助長網路犯罪行為 力挺刑事警察局 淨評專案 打擊盜版非法行為 只要檢舉成功 取締一個銷售盜版盒 經銷商 可獲得獎金一萬元 支持淨評專案 全力掃蕩 非法OTT機上河 為了鼓勵新人結婚生育 新北市政府舉辦的 2023聯合婚禮天作之河 幸福吐吐好的活動 副市長劉和然除了預告 聯合婚禮將在6月18號 在市府一樓大廳盛大登場 並且由侯市長擔任證婚人 希望透過活動鼓勵民眾 結婚 並生兒育女 增產報國 為鼓勵新人結婚生育 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 2023聯合婚禮天作之河 幸福吐吐好活動 可以看到市府團隊用心策劃 希望為參加的新人 打造一場浪漫經典的婚禮儀式 再次的代表市長 歡迎邀請我們所有 新北市的民間朋友 真的要敢結婚 敢剩下 新北市一定會做得非常好 所以藉由這些 其實主要是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代表市政府很希望 鼓勵我們的市民朋友 尤其四婚的這個年輕朋友 真的找到對的另外一半 Mr.Ryne或是Mr.Ryne 就是給他這個情定總身 所以今年是天作之河 這個吐吐好 今年規劃的主題為 中西市經典風華 邀請新人穿著中西市的婚紗禮服 而參加新人還可以獲得 珍愛密碼垂影手環 及飯店住住券等10項超級好禮 受要參加活動的這對準信任 也認為聯合婚禮 可以為他們省去不少費用 我覺得辦這個活動其實蠻不錯的是 因為它其實會幫助大家 省得很多飯婚入結 所以就是大家說 現在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想辦婚禮 那他可能又想一些儀式感 所以他就可以來這個地方登記 還要省費用 對 省費用 副市長還提前預告了 這場聯合婚禮 將在6月18號在市府一樓大天聖大登場 市長洪有魚將擔任證婚人 透過活動為新人成家立業 結婚升職具有世代傳承的意義 我們在6月18號 這次就在我們市府大禮堂 在我們這一棟大樓裡面 一起來辦一個婚禮 我們會想 這個 設計一個最棒的一個婚禮的現場 不管你是穿中式的這個禮服 或是西式的 都可以來享受一個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刻 那除了這些禮物以外 中間 十大好禮抽獎 如果各位這個參加婚禮完 懷孕 我們還有一月的這個子女 這個結婚成家 那也看到生出這麼帥氣 這麼漂亮的這個小寶寶 就是一個時代的傳承 設計主題創新多元 市府藉由聯合婚禮 為新人共同完成儀式 象征祝福新人在2023突年 環繞幸福 甜蜜滿滿 記者黃又賢新本市報導 112年房屋稅從5月1號開征 繳納期限至5月31號 新北市政府稅捐基金處新店分處提醒 房屋稅的繳納管道相當的多元 民眾如果利用行動支付 電子支付或是線上查繳稅的方式 都是可以繳稅的 還可以參加抽獎哦 請納稅義務人多加利用 112年房屋稅從5月1號 期開征 繳納期限到5月31號 繳款書從4月底會陸續即發 民眾收到稅單後 請在確認課稅內容無誤之後 儘速在期限內繳納以免預期受罰 新北市政府稅捐基金處新店分處表示 房屋稅繳稅管道相當多元 除了可以到銀行 超商 領位繳款 另外還可以利用 易化方式繳稅更加便利 民眾的繳稅管道 有一般我們習慣在銀行繳稅 或者是市場超商去繳稅 當然可以用網路繳稅 網路繳稅譬如說 用稅單上面的QR Code 直接到網路上去繳稅 它的方式有信用卡 有銀行活籍帳戶及晶片金融卡 當然也可以利用地方稅 網路繳稅的方式去查繳稅 為了鼓勵民眾善加運用網路 或是行動支付等方式繳納房屋稅 新北市政府稅捐基金處 也特別舉辦新北一化繳稅抽好禮活動 獎項相當豐富 最大獎為百貨禮券五千元 如果民眾用行動支付 還有電子支付 還有線上超繳稅的方式 就可以參加我們新北一化繳稅的 一個抽獎活動 那有遠東百貨全聯禮券 及夏慕尼的雙人參券 另外新店分處提醒 預期繳納房屋稅每逾3日 按因納稅額加征1%至納金 最高加征到10% 如逾30日仍未繳納者 將移送強制執行 因此請民眾務必要如期繳納稅款 記者陳小旦採訪報導 新北市平林區清水公園的 露斯公寓最近是相當的熱鬧 因為進入了露斯繁殖期 可以看見的成鳥竹巢 孵蛋不育幼鳥等等的畫面 每天都吸引了不少的攝影愛好者 前往捕捉珍貴的鏡頭 每年的4月到7月 新北市平林區清水公園 水岸邊的露斯公寓 總是熱鬧滾滾 因為這個時候正好是露斯的繁殖期 會有大量露斯群聚集在樹叢間棲息 民眾近距離就可以觀賞到 豐富的生態景觀 像是竹巢 孵蛋 以及陳鳥餵食幼鳥的畫面 由於獄除過程每年只有一次 因此總會吸引相當多攝影愛好者 前來捕捉珍貴鏡頭 看那麼多攝影人早上這邊是滿滿的 就是到了一半後面 就是大家都很期待看到他們 他們很溫馨來溢儲 然後他保護他的巢穴 不受外面的干擾 所以你多看他的負動就會覺得 這個自然生態還是非常熱鬧 瓶瓶清水公園的露斯種類大約有三四種 包括小白鹿 黃頭鹿 葉鹿等等 小白鹿在繁殖期間 腦會長出兩根白色羽絲 另外背部和腹部也會長出白縮羽 稱為繁殖羽 是繁殖時才有的模樣 也因為這些特殊的生態特色 讓清水公園成為瓶瓶當地熱門的觀光景點 他們的繁殖羽看起來像我們的新娘的婚纱 然後嘴巴那邊 嘴巴跟眼睛那邊會紅紅的 也會有藍色的 就是特別的美 平區公所表示 喜愛拍照 賞鳥的民眾 可以前來感受大自然生態的奧妙 不過也希望大家在觀賞時 不要打擾到露斯群 以免影響到露斯玉廚 記者沈小旦採訪報導 知名大提琴家張震傑 許下要走遍天涯海角到偏遠地區 開100場音樂會的心願 近來就在萬里的野柳國小奏起樂章 除了張震傑 他還邀請了京劇大師朱露豪 跟鋼琴家呂冠婷共同演出 將透過大提琴結合鋼琴演奏 跟美猴王的去樂互動 讓偏鄉學童欣賞到國際級的音樂饗宴 大提琴家張震傑 許下要走遍天涯海角到偏遠地區 開100場音樂會的心願 近來這場難得的音樂會在萬里的野柳國小 奏起了樂章 由台北市西北區 復仁社贊助 除了大提琴家張震傑 還邀請京劇大師朱露豪 以及鋼琴家呂冠婷共同演出 將透過大提琴與鋼琴演奏 以及美猴王的趣味互動 讓偏鄉的學童欣賞到國際級的音樂饗宴 我覺得一個小朋友一生起碼有機會 應該要聽到一場好的音樂會 那我的親子音樂會又是很熱門的 所以我就希望帶到這邊來 我們今天還帶來的是美猴王朱露豪 這也是用這個傳統的戲劇 跟這個音樂結合是很大的創意 我們帶過來這邊就是希望小朋友 跟老師們他們都有機會能感受到 我等一下還有一個很大的創舉 我等一下也許在Uncle曲的時候 我要把我的大力情就帶到 這個野柳的漁港 我們在港邊演奏一首曲子 跟小朋友烏克利利一起 因為我覺得要讓他們認同自己的家鄉 再怎麼樣子未來的路如何的走 可是自己的家鄉還是最美的 在野柳國小的活動中心 大提琴家張振傑與京劇大師朱露豪 還有鋼琴家呂冠婷 聯手創意的設計演出互動 以有趣的方式和孩子們玩音樂 拉近與音樂的距離 精彩的內容讓現場的師生拍手喝彩 還笑聲不斷 而音樂會的尾聲張振傑也一元 烏克利利社團的小朋友 希望能和大師合奏的夢想 那最主要在這次它是一個 藝文領域的一個跨域的一個整合 孩子們的學習 除了可以學習到大提琴 也可以看到我們傳統京劇的演出 另外也可以在優美的鋼琴伴奏之中 就是讓偏鄉的孩子享受 一場國際級的一個饗宴 其實我們的小朋友 一聽到就是有那個老師 要來學校演出就非常的期待 所以烏克利利小朋友呢 也希望就是跟老師能夠合奏 那老師也一口圓 孩子的一個夢想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孩子可以搭配國際級的一個 大師的一個演奏 對小孩子他對於這個音樂的興趣 或者是對於技能方面 都有很棒的一個學習歷程 校長說 在四個月前就非常驚喜的 收到張震杰教授 願意到野柳國教演出的喜訓 學校的師生都超級期待 最驚喜的是 張震杰教授還特別加演 邀請全校師生 共同到學校旁的 野柳漁港旁演出 讓孩子們面對家鄉大海演奏 要用音樂讓大家感受家鄉之美 傳遞幸福的感動 技巧平函 萬利採訪報導 為了推廣有機農耕 友善環境 位於新北市淡水區 江杰晶郁京香酒店呢 日前特別邀請來自於 這個台北市北投區 咖啡職人侯毅偉 在旺高樓的餐廳呢 舉辦了一場一杯咖啡講座 不僅呢帶來相當稀少的 大屯火山咖啡豆 讓在場的職人 可以一起體驗美味咖啡 更鼓勵大家呢 在有機生活當中 做中學 從泥巴到嘴巴 一直呢 持續著有機生活的時間 為了推廣有機農耕 友善環境 位於新北市淡水的 降潔晶郁京香酒店 日前特別邀請到了 來自台北市北投區 咖啡職人侯毅偉 在旺高樓餐廳 舉辦一場一杯咖啡講座 不僅是帶來相當稀少的 大屯火山咖啡豆 讓在場的職人們 可以沖出美味的咖啡 更要讓全靈有機生活 做中學 一直到有機生活的時間 我們的咖啡園呢 我們其實是更著重在於 生態 保育 那還有我們在做有機 對那我們希望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我們這個土地環境 好那他可以帶來怎樣的一個 風味的咖啡 那我希望透過一杯咖啡 讓大家可以更去了解 這塊土地然後帶來的味道是 從小在北投長大的侯一偉 2017年 承接二舊位於大屯火山群的 咖啡園 並且將咖啡園改名成為 大屯29 莊園 而他原本是一位農業門外漢 從種植 採收 洗選 乾燥 烘焙到行銷 他全部都親力親為 到現在追求創造風味獨特的 大屯火山咖啡 而他更關心 細手著守護家鄉的土地 環境與自然生態 一位有機的咖啡農 侯一偉老師來到我們的酒店 為我們的客人們呢 分享這個手沖咖啡的這個過程 那麼我們會挑選這位 侯老師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的大屯火山咖啡豆的 都是來自有機種植 來自土壤本身非常乾淨 純粹的一個風味 那在我們的玉京香酒店裡面呢 我們為了要去經營 我們在地職人 跟友善土地的這個精神 非常的符合 所以我們安排了這場活動 然後在我們的酒店的旺高樓呢 每一位客人都可以品嘗到 來自我們特別挑選的這個火山咖啡 侯一偉說 為了這塊土地做最大的貢獻 就是什麼都不做 不施肥 不灑農藥 堅持有機農耕 友善環境 更不追求慘量而壓榨土地 藉由與自然共生 永續自然農法的打理整片莊園 而降潔金玉京香酒店也表示 侯一偉是台北市目前唯一獲得 綠色寶玉標章的咖啡農 也是北台灣精品咖啡評鑑台北市的冠軍得主 除了講座之外 未來的江潔金玉京香酒店旺高樓餐廳 也可以品嘗到侯一偉的火山咖啡 搭配觀音山抹茶甜品 享受最美好的下午茶時光 同時也能夠推廣有機農耕 友善環境的精神 直接喝到土壤的味道 記者許多安音淡水採訪不到 至於雙北地區有哪些最新的活動消息 請看我們的生活看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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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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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